孩子受到伤害的总是让爸妈非常心痛 去年11月在新店 有一名三岁的男童被母亲同居人凌虐致死 甚至还喂食毒品 弃尸在慈祭医院的门口 法院今天上午开庭了 不过主席刘金龙的态度180度大转变 否认犯行 让家属难以接受愤怒痛苦 近在咫尺我不能对他们做任何一点事情 即便是我多愤怒多伤心 想到年仅三岁的浩浩被三名男子活活凌虐致死 咕咕心疼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去年11月新店慈祭医院门口被人发现 一名三岁男童全身是伤 被丢弃在急诊室大门 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警方寻现查气才发现 男童母亲的同居人设有重嫌 将他逮捕归案 这还是不是我老师的 不是老师你是有门打 当时刘欣嫌犯遭了警方逮捕 一度下跪大喊人不是他杀的 如今到了法院开庭 态度却180度大转变 其他被告所陈述的 你觉得这一切都是虚空 那请问你做了什么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 为什么浩浩会变这样 我觉得他一定很痛啦 可是我也不能救他 当初主席刘金龙对浩浩拔指甲鞭打 甚至是施打毒品 夺走了一条三岁的小生命 家属只希望法官能够从重量刑 还浩浩一个公道